民眾搭機出國遇上行李不見或是破損的情況 真的非常的火大 而且之前連天后張惠妹專用的麥克風 也發生這樣的情形 桃園機場統計每年因為行李出包 就有50件這樣的事件 為了降低民眾抱怨會發生 首創在飛機的貨艙裡面 要裝設起針孔攝影機 小白你在哪裡 快點回家 天王阿妹搭機遺失小白麥克風 因為地勤人員一個不小心 行李起都為 都不知道 桃園地勤統計 行李一事或是破損 被民眾客訴 每年約有50件 平均每個月4到5件 就是要行李像是排隊般 一個接一個 沒漏掉 沒缺損 桃園地勤號稱首創在貨艙內 裝起針孔來監督 各站互推 各地都踢皮球 都說不是我站發生人 但是都沒有有效的可以有力的說明 為了澄清錄影自保 每個道散艙運送行李的工作人員 還沒有工作前 先裝上這樣一個錄影機 再繼續進行作業 聲音有變少嗎 你講 裝了這台以後 行李聲音 對 有變少了 因為現在是全程錄影的 他有常被冤枉的嘴 你跟你怎麼說啊 員工苦笑 還沒裝設偵視器之前 不知道背了多少黑鍋 雖然工作時後面都有第三隻眼 但是客訴案降低對他們來說 真的是件好事 專訊王主華 張曉芳 桃園 採訪不到 好 就是這樣 郭婷 桃園 好事